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这里是惊悚哥的第二频道,惊悚哥的粉丝窝窝 今天给大家带来经典冒险类惊悚片的第三部续集 看丛林巨猛发生惊天变异,掌满力尺生吞火人 疯狂实验的结局是获得永生还是走向毁灭 中午时分,一群荷强实弹的雇佣兵行进在茂密的原始森林 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疲惫 突然,一条黑色巨猛猛然窜除,对雇佣兵们发起致命攻击 士兵们立刻拿起手中的热武器开始反击 刹那间枪声四起,一场人与莽舌的大混战拉开序幕 最终,雇佣军一方击败了黑猛,但也因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可见,这部影片中的巨猛的实力,要比前作中的更为恐怖 另外一边,位于城市边缘地区的塞维者公司地下实验实力 作为投资人的艾普勒,正在进行工作督导 不久前他患上癌症,现在唯一能让他续命的希望 就是公司正在秘密进行的血蓝花计划 在上一部电影中,血蓝花作为一种可以延长寿命 治疗完结的特殊植物,被多方药物研究机构所寄予 而塞维公司正是其中之一 也是为数不多能从蟒蛇中成功提取出血蓝花血清的公司 但令人失望的是,有着神奇功效的血蓝花 可以让蛇类延年一手,对人而言却看比致命毒药 研究人员只能从血蓝花改造过的蛇类中,提取有效成分 继续往于保留气功效的同时将低毒性,最终为人类所用 尽管研究人员夜以继日成果惊人 但投资人艾普勒对此却并不满意 因为并没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视察期间,女主戴维斯事实向投资人提出条件 现在地下实验室的安保级别很低 随着研究都不断深入 实验体育盲的体型称几何倍数增长 不仅如此,对于麻醉气体和治疾的抗性也在飞速提升 这个小小的实验室并不能保证人员的安全 实验体一旦冲破防护屏障 对于整个地球生态权都会造成毁灭性打击 戴维斯希望公司能加大投入力度 建造规格更高,更为安全的实验室 总经理欧文出于利益考虑 一直没有通过戴维斯的审批 这让艾普勒很是恼火 他现在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时间 如果能研制出治疗自己绝症的药物 付出再多也都不过分 而事实上,总经理欧文除了输出可口研究经费 更是在实验室的建设上偷空减料 很快,戴维斯所顾虑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 巨猛不但冲击玻璃护照 这让研究人员不得不释放麻痹气体 好让其安静下来 但此时,巨猛不仅获得了更强大的抵抗力 更是发生了某些未知的变异 他趁研究员放松戒备之时 直接用尾部锋利的骨刺刺穿了研究员的胸膛 一瞬间,地下实验室乱作异团 科研人员纷纷撤离 巨猛也趁其消失得无影不踪 戴维斯得知防护玻璃出现破损 第一时间过来查看情况 意识到问题点重心后 他果然将麻醉枪分发给众人 打算和巨猛拿一场硬仗 另外一边 实验室保安在出通风管道旁听到了异响 于是打着手电,探身查看情况 不料巨猛从里面急事而出 保安血剑当场 一颗头颅被应声声扯了下来 顶接着,巨猛如如无人之境 在实验室里展开了疯狂屠杀 女主义行人带着防毒面具 搜索着蟒蛇的踪迹 但他们除了发现满地研究人员的残肢断壁 竟然一无所获 刚刚还人头攒动的地下实验室 瞬息之间变成了修罗地狱 戴维斯忍不住干呕了几声 眼前的画面对于他来说 实在太过于血腥 两人顺着血迹一路追逐 却发现黑猛竟然从一处通风窗口逃了出去 不仅如此 另一处关押母蛇的玻璃护罩也出现了破损 黑猛在逃走的同时 还救走了他的同类 这是戴维斯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以巨猛现在的生存能力和繁育能力来看 没有天敌的他们 将造成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就在两人以为巨猛已经逃走 放松警惕之时 黑猛竟然躲在暗处趁机偷袭 并瞬间将戴维斯一旁的老银救援卷了起来 他紧来得及发出一声惊呼 内骨就被黑猛勒断 紧接着 头颅被从尸体上咬了下来 戴维斯逃到门外 听着里面稀稀疏疏的声音 内水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 刚刚内幕 他根本来不及多做反应 老研究员就已经伸手一出 戴维斯并不知道 这不过是灾难的开始 与此同时 投资人艾普勒在三位公司总经理欧文的护送下 成功逃到了外面 刚刚经历的突发事件 让他极为不满 当场决定要撤去全部投资 总经理欧文急忙出言相权 并表示自己很快会处理好一切问题 艾普勒只好先行离开 等待对方的处理结果 不久后 一对雇佣兵在实验室外完成集结 这是欧文私底下 为应对突发情况而准备的杀手锏 戴维斯看着一连傲气的雇佣兵皱起了眉头 相比训练有素的特警 他对这帮乌合之中没有丝毫信心 于是便询问欧文 为什么不交给警方处理 对此欧文也是有苦难言 他不想过早暴露绚蓝花的秘密 所以只能出此下策 戴维斯听后一阵无语 但事已至此 他只能选择跟随雇佣兵 一起参与到狩猎猛蛇的行动中来 两来月车一嫌疑后 行驶在密林之中 雇佣兵们一路有说有笑 气氛轻松舞弊 根本不知道他们即将面对的怪物 将有多么难缠 戴维斯一脸担忧地望向远方 不久前发生的一切 依然令他心有欲悸 与此同时 巨蟒逃出实验室后 光临了一户农家 这家主人发现一样 踢枪查看情况 本以为是家里来了小偷 但等待他的 却是张开血喷大口的巨蟒 就这样 龙虎稀里糊涂地 送掉了自己的小命 不设小队通过巨蟒身上的定位装置 锁定了他的位置 但等到他们开车赶到的时候 发现巨蟒已经不知所踪 一只小样的尸体 静止落在地上 已经被俯视得不成样子 不久后 队员们发现了巨蟒脱下的蛇皮 跟踪装置就挂在上面 如此一来 他们便丧失了唯一的跟踪手段 所有人都开始担心 无法找到逃脱的巨蟒 但偏偏就在这时 躲在暗处的黑色巨蟒突然窜出 利用尖锐的尾刺 杀掉了其中一个 手拿线弹枪的队员 所有人立刻进入战斗状态 开始对猛蛇疯狂扫射 猛蛇不停游走 变换着自己的位置 并巧妙地利用地形掩护 一口咬掉另外一名队员的头颅 事实失去控制 在重力的作用下软倒在地 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强烈的压迫感 子弹也疯狂地朝黑蟒席卷过去 却并未对其造成致命伤害 一番缠斗下来 雇佣兵小队虽是惨重 但蟒蛇却依然没有被抓住 惨烈的战斗激起了雇佣兵们的血型 他们兵分两路 汗不未死地朝蟒蛇逃村的方向狂奔而去 但令所有人意外的是 蟒蛇兜兜转转绕了一个大圈子 竟然返回了农户院子里 仿佛经过不断的进化与蜕变 黑蟒已经具备了些许智慧 玩起了吊虎离山的几辆 此时 戴维斯正在埋头收拾车辆的后备箱 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异响 他猛然回头 却发现黑蟒正瞪着亮晶晶的蛇眼打亮着他 一人一忙 就这么无声地对视了久 这是当之无愧的死亡凝视 戴维斯不敢做出丝毫动作 巨大的恐惧感 甚至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好在顾应兵队长及时出现 将黑蟒的注意力引走 这才暂时结束了危机 前去追击的队员们听到枪声 迅速折返回来 这才知道上了黑蟒的档 随后 众人再度兵分两路 戴维斯和两名队员 驱车朝猛舍逃跑的方向追取 其余人则拿着生物探测器 徒步朝森林深处前行 追击过程中 戴维斯所在的车辆首当其冲 遭到了黑蟒的袭击 坐在副驾驶上的长发小哥 被芒舌的微液喷肿 一瞬间 整张脸被鲜血尽燃的惨不忍睹 强烈的痛感让他不住哀嚎 司机在惊慌中没控制好方向 导致车辆发生侧翻 顾应兵小队中的一个女孩 被甩到车外 剧烈的撞击 让他的小腿发生了骨折 半截小腿骨直接穿破血肉 暴露在空气中 女孩疼痛难忍 又不敢触碰自己的伤口 这时 幸存下来的戴维斯在车内行转过来 眼睁睁看着哪个摔断腿的女孩 被黑芒从头到脚吞进了肚子 见此情形 戴维斯一刻也不敢耽搁 拖着满是瘀青的身体 朝车外挪去 莽舌猛然转身 透过车窗看向车内 戴维斯急忙将身体缩了回来 就在这时 车内突然腾起一阵清烟 紧接着 火苗迅速窜起 半边车身烧了起来 也许是出于 动物对火焰本能的恐惧 蟒蛇终于退走了一些 而戴维斯也不顾一切地冲出车外 轰的一声 汽车原地爆炸 将黑芒强行逼退 戴维斯趁机朝远处跑去 而芒舌却不想就此放跑猎物 紧随气候追了上来 熟悉的一幕再度上演 一人一芒天面凝食 好在队长及时赶到 又一次将戴维斯救下 这次生死较量 雇佣兵小队再次损失了几名队员 但黑芒也受了些轻伤 不仅如此 队长还在攻击黑芒的同时 向其体内打入了一枚追踪子弹 戴维斯对于雇佣兵小队的牺牲很是自责 他找到队长开始忏悔 最初做研究的时候 是他将雪兰花制剂打入黑芒体内 这才让那个恐怖的家伙 发生惊人的变异 不仅拥有了锋利的围刺 还长出了恐怖的历史 但最令戴维斯担心的还不是这些 他表示和黑芒一同逃走的 还有一条变异的母芒 双方一旦发生交配 就会在24小时内 当下无数蛇卵 小时候获得巨蟒基因后 成长速度将无法估计 到时候 整个地球生态将面临重新洗牌 听到这里 队长不住扎舌 他们必须赶在蟒蛇还未繁育下一代之前 斩草出永绝后患 但现在天色已晚 贸然追击等同于送死 于是队长决定 等天亮之后再做打算 一缕晨光从天边洒向大地 雇佣兵们再度集结起来 在追踪弹的指引下 超黑芒藏身的方向摸取 最终 众人在一处飞机建筑前停下了脚步 追踪器显示 他们的目标就在这栋建筑内部 在队长的指挥下 戴维斯留在屋外 负责用电台指挥行动 其他人手持武器鱼冠而入 开始寻找巨蟒的踪迹 在定位器的帮助下 众人开始朝某个方向疯狂扫射 但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异常 原来队长之前射入盲腹中的追踪弹 竟然留在了他团进腹中的尸体上 而此时 那具尸体正躺在房间的角落 信号弹闪着嘲笑式的红光 紧接着 曾是在建筑中的黑芒 对落单的队员展开袭击 众人顺着血迹一路追逐 发现黑芒钻进了水底 经验丰富的戴维斯马上判断出 黑芒之所以放弃袭击他们 而是选择逃跑 极有可能是母芒 濒临生产 正在找黑芒回去守护 戴维斯焦急地表示 要尽快想办法消灭他们 否则将带来无穷无忌的祸患 众人不敢耽搁 继续分为两队 朝巨蟒消失的方向追去 戴维斯和黑芒小哥 摸进出废弃工厂 并以巨蟒遭遇 黑芒小哥奋不顾身地 拉下了手雷 与蟒蛇同归于尽 按照之前的推论 应该还有另外一条母蛇存在 这时 队长和另外一名队员 也顺着爆炸的声音找了过来 戴维斯原以为 得到两人的帮助 对福音生产 而无比虚弱的母蟒毫无问题 不料 贵用兵队长却临时倒戈 杀死了另外一名队员 戴维斯一脸不解地看向队长 不知道他为什么 要向自己人开枪 队长终于坦白 他受估于总经理欧文的同时 也是幕后老板 艾普勒的忠实打手 为了继续研制救命药剂 老板答应失诚之后 会给他一千万美金作为奖励 所以 他的目的不是杀掉母蛇 而是将其活捉 听到这里 戴维斯假意答应合作 并趁机发起偷袭 经过一番搏斗 戴维斯绞心有匕首 占据了一丝优势 他不顾一切地 将定时炸弹抛在地上 潇洒地离开了那栋飞机的建筑 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 叛逼的队长连同母蛇一起 化为了灰烬 不久后 一个受贡于老风的中年男子 悄悄潜入工厂 捡起了地上一条 还未受伤的小蛇 与此同时 戴维斯来到独边 将他所掌握的 有关巨蟒的研究资料 尽数分回 故事至此结束 电影《狂妄之灾》 上月2008年 相比于前两部作品 该片将重点 从剧情和对人性的剖析 转向了轻松氛围的营造 充分将怪兽片的血型 与恐怖体现出来 对于《狂妄之灾》系列的 狂热粉丝来说 突如其来的风格转变 会让人有些 措手不及的感觉 总体来说 这部小成本电影 在拍摄自己 严重缩水的情况下 仍然能拿出 颇具特色的看点 实属不易 而最终 狂妄血脉 究竟能否得到延续 不死神药 又能否降临人间 请继续关注静松哥 我将在接下来的视频中 为大家揭开谜底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